今天上海大雾 雾所全程 雾茫茫一片 而且持续的时间相当长 到上班时间 上班高峰期了 雾还没有完全散去 相信今天这一天 很多人在路上是非常的焦灼 也非常的不安 好在这个雾在中午时分已经完全散去 阳光带来了是好心情 而最近上海也将会迎来新的一年 辞职年底 新年期间 今年元旦期间 上海的天气是不错的 但是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早上雨雾蒙蒙 白天升温 有阳光明媚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休息放假 这对交通来讲是减少了很多的压力 希望你周末愉快 只会新眠愉快 Julian by bwd6